台北市长柯文哲周日晚间接受了网红馆长陈志涵的直播专访 在一批声吕爱喊一边一国还说人家的国家关你什么事 面对近来中国赞赏自己的两岸论述 柯P强调这全是两岸对岸的统战招数 更拿明朝抗金大将袁崇环举例是被自己人做掉 不过今年柯P出席活动时又改口 他说赖清德才是袁崇环 自己应该是清太祖努尔哈赤 通常老板不用自己会 老板只要确定底下的会就可以 邀请以色列学生看北市智慧教育 台乙评交流柯文哲秀出访以色列成果 还没宣布选总统先展现成绩单 没忘记再批声率 声率独派的那也是奇怪的 如果你说你一边一国每天去管 管另外一边过的事 另一边的事干什么 罚众取宠很容易的 不管捡到枪捡到炮捡到原子弹 但是有时候还是要小心自爆 小英对锅斗那你认为 一个用国家的钱 一个用共资的钱 两只金牛对撞 可疲自评 没钱没背景 小虾米难敌大鲸鱼 他们可以用在选举的资源 应该都是几乎是用无限 他们是金牛你算是什么 我也不晓得蚂蚁吧 但自己的两岸论述 中国一句赞赏老辈 质疑立场 柯文哲先喊内部别中 统战的招 我知道他为什么 他现在香港去吐车 你知道吗 这样不敢找一个人讲好话 内部矛盾 所以我跟你说 你不要忘记明朝那个故事 原重犯是被他自己人干掉的 台湾原重犯吗 不会吧 那个是赖清德 不会是我 为什么赖清德 我要演无耳哈赤 我才不要演原重犯 嘴快案指赖清德被民进党内部斗掉 绿营成了明朝 柯文哲自比清太祖 等着入关时机 不过如果他是在领远城被火炮打死了 这个能不能再换一个比较好的角色 那我当豆豪滚好了 介绍我们下个林家柔台湾大